按理说你考评拿到粮了 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 但是对于三十五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 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 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 我这没办法 年纪 对 年纪 大家伙 我三十七了 我不中用了 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 给逗了 是吧 行 年纪 你多大岁数了 你四十好几了 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 你跟我说岁数大 咱别搞人事 我没 我没咱们给你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还 你怎么还 我算了 别动手 别动手知道吗 你别跟我说话 我被开了 我算了 没了 你还迟到跟我说事 是不是 我替你吃饭吃 去加点熬叶子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啊 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 你拍拍屁股四五点钟 走 去接你归女去了 你领导干嘛 特殊呗 是不是 你一遭到我们身有意见 没吧 还有你啊 我就跟你说 给 看看 咱这公司是吧 怎么了 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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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屁医美 别骂人 这就是个造物业的行业 这几天公司养着你这儿不是 养我个屁 我告诉你 天天制造家庭 是不是被打了 你可以报警 不不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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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村人是吧 我们冲村人才敢 谁能 谁能永远年轻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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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 把人给我带出去 带出去 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我把人都拿着 也别骂啊 把人都拿着 那晚我告诉你 你也会被开的 你早晚有那么一点 别看了 别看了 别拿手机 拿手机放开 别看这儿的了 咕坐 咕坐 哪儿过来的